這是原本麒麟的老照片,其實麒麟是高雄最古老聚落 它從明朝中夜開航空的商業貿易開始 然後到清場之後的北京條約開航空商 所以它也是高雄最早現代化的地方 就是高雄一開始的自來水、便利啊 什麼都從麒麟開始 所以它是高雄最古老聚落 然後也是很多老房子都在那邊 可是我們當然也知道其實我們對自己的文化的一些重視程度 所以它現在就是沒有都市規劃所以馬路都開過去 所以很多房子都被卸了一半 就變這個樣子 其實這只是高雄 我們台灣的狀況都是這個樣子 然後或者是人區有空 所以 所以 所以其實 我的主題就是 老師都要寫感性一點之後插了這一張 就是 其實這麒麟的百年的風華跟T裡面 可是還是有一棟房子是屹立不妖的 它就是永安芳 那時候我看它的地面的時候其實是非常漂亮的 就是這個樣子 可是它的外表很漂亮 可是裡面就是完全走不進去 然後是高雄最古老聚落 然後我插一下畫好了 其實我在做永安芳的時候 等一下誤我的時候其實是很難三言兩語 也是講盡我要做的土體 裡面真的非常豐富 其實光 我其實我一個目標也是想說 透過這樣的方式可以讓整個 我們情形或高雄的官方產業升級 因為其實你帶我情形看其實它下面的官方 因為類似像我們現在帶的困境一樣 都是用的都是一些比如說是低價代工 或是自己一種這樣的困境 就是比如說是低價強客 所以那邊的海產就是一盤一百 可是這樣子的狀況其實讓國外觀光客 或外地的觀光客真的會對我們台灣的文化 會留到多深刻的影響 因為其實其經它其實有非常豐富的文化厚度 它是高雄最古老聚落 可是像是這樣子 比如它的海灘 我光整條就是三張照片而已 可是其實你過它其實整條那個情形的那個老街 大概五六灘這樣子一模一樣的海灘店 然後我是市場皮來賣 就韓國海灘 泰國海灘 可是這樣子對外地觀看來說 他們之後的 還會回到台灣的動作 就是回遊客的機率有多高呢 是我們可以談到 好這題外的話 所以就是百聞海產 對 這原本的狀況 就是完全走不進去 它整個樓層板跟屋頂都塌掉了 就是民夫其成套聽出來 就是加脫勢幣 然後大說的是我瘋了 就是為什麼我去 就是我不是財 我是一個財管背景的人 不是建築背景 不是設計背景 然後沒有錢 然後為什麼會去搞這樣的老房子 然後 等一下會慢慢說明如何的事情 然後 所以一開始就是我的想法是 因為我自己財管背景 所以我能夠想的是一些比較是成本的東西 然後雖然是我大學的時候 都當了爐主 可是這種樣子還是當了四年爐主 還是有聽到一些東西 這樣子 所以一般我們猴化老房子的方式 就想說我們要用一大筆錢 把它整繡為原樣 比如說 就是 比如說 花幾百萬幾千萬整繡為原樣 可是這種 通常這樣子的才藝只有正值才做得到 然後 或者是說 可是其實像 我跟那個房東結束 其實他還是有心想要保存 可是還要鼓勵去破壞它 所以擺到爛掉 所以他其實那個房子卡大非常漂亮 可是其實 他當時 是那個就是社區的那個登格樂的那個貨源 然後裡面有很多死貓死老鼠 然後我那時候想法說 其實那個房子其實很多 像之前國際水域委會的委員 或是一些教授想說 啊我啊 就是想要把它活化 所以他們想要房子還是老房子 老伯子 他們想說 欸我要去跟政府申請大筆經費 可是當然就是要很多的 做好而且要房東同意 所以最後這個全部都是不可行 然後他想說 會不會有一種新的方式說 欸我雖然沒有錢 當然我沒有錢的方式嘛 所以我最原始的 idea想說 那我就不要把它整修嘛 就維持它這樣套體處的狀況 我就把它打掃乾淨 然後把裡面弄成花園 然後我一開始最原始的想法 想說欸 我們去爬山的時候 不是也有人會開一台發愛車 咖啡車到山上嗎 然後幾根陽傘踩著 然後就讓大家在那邊喝咖啡 然後享受那樣子的就是環境嘛 那我想說 那我就把一台攤車塞到屋子裡面 然後撐起陽傘 然後弄一個就是在室內的 戶外的咖啡車探測的概念 這樣讓大家體驗那個氛圍 一開始想法是非常簡單 就是然後覺得這樣是可惜的 可是大家接下來之後 就有很多建築問題出來了 室內設計問題出來了 然後水電問題出來了 什麼問題出來了 所以真的是 我覺得這種創業真的是 我們就是很有趣的創業 因為如果說你是做軟體的話 你知道搞好APP搞到什麼 可是等等都是你 包括是全部都包的 包括餐飲 包括什麼全部都包的 然後對我是一個人 所以為什麼叫永安發呢 因為它是永安像吧 然後這就是地址非常的激 然後所以叫永安像 叫永安發 然後它也像是一條船的名字 然後永安發也代表是這種大船入港的概念 所以它我打掃乾淨都變這樣子 名副其實很套地處 它唯一留下它的這個美麗的木空家 然後你們如果到現場去看的時候 會對它的那個感覺會更強烈 然後它後面走下來是一個很漂亮的紅磚樓梯 其實這種紅磚樓梯 在高雄目前我大概發現了第二座 這是唯二的兩座 就是我在哨船頭打工這一袋 然後對 我是跟黃家租的 但是黃家他們也租了一百年 然後這算是他們的主廁 但是他們不是建造者 他們一百年前是跟葉家買的 然後葉家呢就是所謂的 就是他們的行號叫新太季 新太季至於高雄的地位 就是板橋臨家自於北台湾的地位 他們開發了齊金 所以等於開發了高雄 所以他們等於是在高雄城市發展時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商行 然後齊金 為什麼叫齊金呢是來自於 就是新太季他們成立失勝的一首詩 這首詩頭兩個字而來 否則齊金名本叫齊厚 然後呢這個現在看到這個是 宗宙地區的那個古墓 它是新太季業家的祖墳 好這就不講了 好對 然後我覺得這個永安八季有最特別的氛圍 就是說 它是整齊金最優美的洋樓 而西太季牧 它當時在齊金有山東洋樓留下來 可以一棟已經拆掉了 因為像我們沒有任何都市規劃 我們其實很多的那個都市規劃 就是在現場畫圖 那個根本沒有到現場去看 就是在紙上畫圖 然後入口開發 所以很多都市規劃 是沒有根據的那個文化文理 或脈絡去做開發的 所以很多房子都這樣消失了 所以我們的保存都在東建築 然後到那邊都看到 就是整個原本的那個傳統具有的脈絡都被切開 我是覺得非常可惜 因為你到國外去看 他們都是整區保存的 可是我們在台灣就是 就是一兩棟保存會被切開 就是非常可惜的地方 然後我們這邊其實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希望 因為我的活化方式是採取的是 逐步整修、逐步活化 因為我沒有那麼大量的金額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這有好處就是說 這樣子的方式是彈性的 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 每一個人都參與這個老房子 就是討論的下一步 所以大家要成為 而且就是我們 就是還有很重要一點是說 我們的消費都是 我們的活化基金都來自於各國的消費 所以大家不只是一個消費者 也是一個社會的參與者 所以你們的消費都從而有安發 他活化基金的一個 下一步的一個資源 因為這個房子 我們是逐步整修、逐步活化 所以這個房子它是一個有機體 所以大家回來 它是在改變當中的 因為它是逐步整修、逐步活化 所以就不會有蚊子管的產生 所以原本的狀況都被山蠱瓜爆出 山蠱瓜是它的原住民 然後是之前打造乾淨的狀況 然後 這是目前我們面前的狀況 所以我想把裡面弄成花園 然後在一開始 到這時候 讓大家進來體驗這個氛圍 然後下一步計劃 好,分享一下好了 可能 就是我們之前在做 木洪家的那個補牆的時候 然後我把銀架搭上去 然後其實就覺得這銀架 其實跟這現場是非常的協調 然後我想說 所以銀架也可以成這個 就是這個建築物的一個 下一步的一個大組裝技術 它不是永久,可是一下下的 對 然後是來自於台北南條通的一個idea 的發想 那其實這也是我朋友給我一個想法 讓我們大家做一個討論出來 這樣子 然後甚至說 我們之後會把這邊原本的樓層板 蓋成一個 把那個樓層板蓋回去 然後平常時候可以讓大家走上去 看這個動性的變化 然後甚至可以變成一個表演舞台 然後變成一個露聽的表演舞台 讓大家享受這個氛圍 然後我希望這個活化是從 我的永安發開始 然後之後到線面 那整個期以後就居住一個活化 然後讓大家就是說 就是可以連結燈塔跟砲台 一個點線滅 由我們民間自己 做成一個軟體的一個 聚落型的活化這樣子 然後這是我的 可以看一下那個臉書嗎 對然後 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加入永安發大一起來討論這樣子 然後 OK 時間到 就是 最後我想分享 大家為什麼會覺得說 那個 為什麼 就是後來做這樣的老房子 我不是財管背景的這樣子 然後 我不是建築背景 然後不是設計背景的 然後其實是一種 一開始是一種不服氣啊 因為我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都要把 我們就是 對我們自己的東西這麼的不重視 我們把自己的樹砍光 然後去日本看文化 然後我們把自己的房子全部拆光光 然後跑去歐洲去洗手 就有建築這樣子 然後其實我常常覺得說 我們對自己的文化其實不夠有自信 然後其實我覺得 這個是跟我們目前在做什麼 代工困境有關係 我裡面有寫一篇文章 有很詳細的解釋說 為什麼 活化老房子跟瓶頸基有絕對的真相關係 然後 大家可以有空面看一下 這樣子 然後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人活化 所以非常希望大家就是一起參與 然後一起幫忙這樣子 如果有什麼 攝影的啊 或者是有建築背景啊 或者是有一些參與背景啊 我們大家一起來 努力加油 然後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好 所以 我覺得 我當時在聽他們的這個專家講說 其實 這個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原本以為啊 就是在這個做老屋改造 其實最重要的 第一件事情 可能是拿正式圖案 然後 一次把它整修起來 然後你就會看到 大家都整形那個現狀就是 欸 它弄得非常漂亮 但是它的外觀跟它原本 可能已經 它現在的外觀已經 可能不是原本的外觀 它只保留那個樣子 但是它所有的建材都已經變了 就是不是原本的那個樣子 那 其實俊傑還在做的事情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它是 逐步逐步的 它的能力到哪裡 它就做到哪一個階段 所以你會 待每一個時期去看的時候 欸 就發現有不同的樣貌 這個我這邊想要問一下俊傑 就是你剛才說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加入 但你能不能更具體的講說 限制一段需要什麼樣的幫助 呃 是這樣的就是 其實我在 呃 元旦的時候已經開始市營運了 然後 就是 其實 我在覺得是說 呃 12月底有很多票來 他們來參觀 他們都說 欸 你確定你要怎樣試營運嗎 可是 就是你們下去看 其實它已經逐步的出題 這樣 那我現在目前其實 呃 呃 就是 比如說 有些餐飲背景的朋友 或是一些有 攝影背景 或是建築背景的朋友 然後大家一起加入 就是 或大家一起討論 這樣子 然後因為大家看起來 就是一個 就是名副席的套組出來 所以它其實你去看的時候 它什麼都沒有 可是它其實什麼也都很豐富 就像你出去看 那建築的每一個角落的時候 它的那個磚牆的斑骨 或是它的紅 那個清它的水質 清那個牆面 雖然是大量沒有擺 可是它只有非常豐富 大自然的 大自然事件立業下來的一個色彩 然後可是它在晚上的時候 是一個 很漂亮的 那個 大量的那個 所以其實我會跟學弟妹 在揣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 燈光的 的那個就是設計 啊 因為我們自己也不是燈光背景 所以我們都拿一個手電筒 然後可以照 看來的角度最漂亮 然後可以記錄下來 所以如果說有一些燈光背景 可以設計背景的朋友 其實就歡迎一起加入 因為其實 就像我剛剛前面說過 其實這種 老房子 我不知道它其實是最廣的 因為包括 包山包海的一些專業 然後就是希望大家 先加入 永安發討論 然後我會 因為我是逐步整個 逐步活化 所以我會把我需求 或者想法 讓大家一起來討論 所以大家知道說 一定大家可以加入 然後看下來 不知道自己做 然後其實很多 idea 就是大家沒有討論出來 這樣子 好 謝謝 有多多人分享一下 對 那其實剛好我們今天現場 就是有很多相關專長的 就是我沒有講 就是我沒有講 或是什麼 三部計畫三部到那邊去 對不對 對 那我可以 有些人都可以討論看看 對 因為其實啟透劇的話 可能後面有很多的那個巷弄 像是可以變成整個 比如說 以後架的司機都是有可能 對不對 好 待會去幫他大腿 我們回去的時候 再把這個粉絲發音 丟到我們的余惠者交流板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做 好